但是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咱们说这七情对五脏啊 可是我们今天主题是讲皮肤 哈老师 这五脏跟皮肤有关系吗 我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小笑话 嗯 嗯 我呢 有一次看病 嗯 看病的一个病人呢 跟我说 嗯 他长的是这个错疮脸上啊 嗯 我跟他说 我给他开方子诊脉啊 看完了以后 我跟他说 你这个病啊 是由于肺胃湿热所导致的 好 他也同意我这观点 说你看我这个确实是我大便也不通 嗯 哎 我确实是这样 那我就给他开好方子了 嗯 他就拿走了 嗯 拿走了以后 临走的时候又回来了 嗯 回来问我 那您今天这个病是治我的胃呀 还是治我的脸上的痘痘啊 被您烤晕了 他把这个五脏六腑和人的皮肤啊 他就分开了 嗯 你可以说我五脏六腑有毛病 你怎么跟皮肤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大家有时候很难理解 因为我们中医啊 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 嗯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 嗯 发生紊乱 阴阳气血 发生偏胜偏衰 这时候 我们人体才能发生疾病 哦 这种疾病不仅仅是指我们的一些 内脏的疾病 嗯 也反映在皮肤上 哦 那一般皮肤病的发病的原因跟什么有关系 一般来说 刚才说了 那个叫七情 是 七情是我们中医认为发病的内因之一 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过度会引发我们疾病的发生 也包括病 嗯 那么第二个是饮食不节 哦 就是饮食可以影响到我们脏腑的功能活动市场 过度的吃一些辛辣的 过度的吃一些肥肝厚腻 嗯 都可以导致皮肤病的发生 嗯 哎 比如说 过去在几千年前的内经有一句话 要 助痛痒疮皆属于心 嗯 哎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饮食 不正常 嗯 那么就会导致我的脏腑的功能紊乱 嗯 那么就会生疮生病 对吧 嗯 还有一句话叫肥肝厚胃足生大病 嗯 肥肝就是肥肉 啊 特别油腻的东西 嗯 它足可以使我们身体长创 长病 就是这个意思 哎 这饮食不节 是的 第三个呢 就是劳眷过度 劳眷过度呢 就是主的我们 主的我们做习 不规律 哦 哎 长时间的消耗 熬夜 啊 得不到休息 这种劳眷过度 过度的体力劳动 或者过度的脑力劳动 都有可能成为致病因素 这就是我们说的内疑 健康道提示您 人的不良情绪 饮食不节 劳眷过度 都是导致皮肤病的重要因素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